欢迎收看财经SBS 晚上好我是威明 马上来看今天的财经消息 在英国脱欧余震的影响下 马股今天继续下滑 全天跌了4.52点 以1629.52点收市 分析员指出 虽然投资者仍然持续在场外保持观望的态度 但因为英国脱欧的担忧已经稍微缓解了 再加上区域股市纷纷止跌回扬 所以部分投资者也趁低西纳马股 使中指的跌幅稍微逐渐收窄了 今天外资成为唯一的净卖家 卖出了1亿2229万令吉 本地机构和散户则个别买进 9732万令吉和2497万令吉 接下来有钱不连外单元 英国脱欧引发动荡 英镑贬值 资产的价格节节下滑 而杨总理机构今天就宣布 未来两三年将探讨收购 英国基建公用设施资产 此计划是该集团董事经理 丹斯里杨素斌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透露的 他表示目前该集团拥有高达135亿令吉的资金 可以用作扩张用途 来看下则财经消息 云顶种植建议以4215万美元 大约马币1亿6902万令吉 向绿色棕油资本收购两家公司所有的股权 分别是PTACC以及PTPALZ 在交易完成之后 云顶种植将握有这两家公司的70%股权 而云顶种植大马和印尼的地库将从238376公顷 增加至260371公顷 最后是扎打集团 计划在未来三年投资3000万美元 大约1亿2330万令吉 加强大马的全球科技公司 SCOPE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当中包括专注于提升科技 零售银行 私人银行 财富管理和强化银行的控制领域等等 SCOPE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已经成立了15年 是扎打集团设在大马的全球共享服务中心 今天财经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